五岁儿子羡慕别人的大房子 她的回复让我有些惭愧 朋友邀请我全家去大家吃饭采摘 由于朋友是名女企业家 儿子不止一次来这里 她很崇拜这个阿姨 准确的说因为这个阿姨她有30多家儿童游乐场 儿子呢也去玩过 她回家跟我说 妈妈等我长大了 赚钱也要买这样三层的大房子 到时候我就和我女朋友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她姥姥逗她 那个阿姨有许多游乐场还有大房子 你要不给她做儿子得了 她说那可不行 我有自己的妈妈呀 我问她可是我目前没法给你买大房子呀 她似乎明白我的实力 只能让她变形金刚自由 于是向大人的口吻说 哎呀别担心 我长大自己赚钱买 虽然儿子不会嫌弃我穷 但是呢我却莫名的惭愧 我告诉儿子 妈妈不会让你一个人奋斗 未来我也不会用儿孙自有儿孙福那一套去逃避责任 我也不会说 孩子我们只比学习不比家境 我只会告诉他 妈妈会跟你一起 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 一起努力加油哦